他會覺得你好好笑 你覺得他跟那樣好笑嗎 我覺得很好笑啊 那是要看人跌吧 不一定啊 我跌的話 你們 你看他覺得好不好笑 預備 開始 太爛了 我們的高昇的Party 去出去 出去 太爛了 什麼跌啊 還這樣 跌太醜了 所以說這個 對 因人而異 你們兩個有什麼怪的 很特別的 不知道什麼Party我忘了 然後就去那邊 那我自己就很 就很High 那天也是不知道幹什麼 很多模特兒在那邊 然後我就很 就盡量在那邊 散發出那種雄性的魅力這樣子 雄性的魅力 越雄性的 越... 是公豬什麼 越雄性 越在那邊雄性的時候 就越激動了 那個模特兒穿得很辣這樣子 怎麼激動 表現象 我告訴你 現在就是要告訴你怎麼激動 流不停 太難看 你知道嗎 鼻血一直亂流這樣子 你啊 對啊 然後媒體 那... 就來... 那個... 拍一下 拍一下 就很醜 你知道嗎 而且當時後面 看後面 趕快吃雞鮮糕 趕快拿鱸魚來接啊 神態度 香菜別忘了 他吃粉 結果那一次就... 就前面這樣也就算了 前面那一隻就這樣 就這樣說 丟臉怎麼要走了 結果精采就是後面 就突然看到那個... 那個... 500 來了 然後蘭姓梅也來了 脫小康一定也在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突然就很害... 在台上就把褲子脫了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肉頭褲子 有媒體的時候嗎 沒有... 沒有... 我們這種行為 都是只有我們自己 私人朋友才招待的 平常人是看不到 對... 他都是私下招待 真的是私下的嘛 都是私下的 但是那天大概有一千多個人 你今天算是私下招待吧 小康 你這麼多次 不透懶的經驗 哪一種場合 是你印象最深刻的 印象最深刻 就是那一次啊 永遠... 永遠就是肯定那一次 真的啊 你不覺得那一次是你... 就是這個最特殊的場合 對 講一個最特殊的 是不是那一個 最特殊的場合應該是火鍋店吧 對 對 永遠會在 在火鍋店就搬穿就對了 對啊 我們三平高樑 這是上電視 這是上電視 他不在家裡閒聊 你知道嗎 火鍋店 火鍋店 你確認你講什麼 你講嗎 沒有啦 但是還好的是什麼 那天那個火鍋店是 生意是很好 沒錯 但是呢 小康在蹭的那一剎那呢 全部都已經沒有人了 就像我們那一剎 在我們那一桌 我們那一桌 還是八九個啊 十個啊 而且有一半是女生 一半是女生 真的啊 我怎麼只記得 有一半 三...四... 四個啊 四個女孩子啊 哇賽 都不記得嗎 等一下 剛剛你是一定要有女生 才會拖就是 我不在乎那些 哪有管什麼 你是被拱得拖 還是自己主動要拖的 沒有... 情緒倒就拖了 對... 也沒有人拱他你知道嗎 事前一點預警都沒有 來 吃火鍋嘛 不然是讚 來 我跟你們講啊 真的 但是沒有成功啦 還好是被我拒止 問一下 其實在派對 我們也常常去 你們女孩在派對 最討厭遇到什麼樣的人 瑟郎 三姑六婆跟瑟郎 對 討厭 但是有遇過嗎 就是他們就會覺得 以為我已經喝醉了 可是我沒有喝很醉 只是我剛剛有半島啊 就覺得 他們就會看說 馬基尔喝醉了 可以吃豆腐這樣 對 然後他們就會過來 就真的就是開始摸臉 對... 可是馬基尔會 馬基尔很嚇 他也是會生氣的那種 對... 我看過一個藝人 藝人喔 就是在一個派對場合 但是就是一個生日派對 然後有一個女的 可能也比較主動一點 就過來主動跟他搭訓啊 講話啊 結果你知道嗎 到後來喔 我們大家都在那邊跳舞 然後他再坐在座位上 後來我們大家一看 一發現 那個女孩子的衣服裡面 多了一隻手在胸部上面 對... 就伸到衣服裡面的 所以怎麼有個手印在這裡啊 就突出來了 那個女的已經就完全不行了 沒有 那女的沒有喝醉 只是他們兩個就在現場 就... 調情起來 調情起來了這樣子 每個是前戲 最討厭的男孩子 他們很喜歡這樣 比如說女孩子都會穿漏背啊 他們這樣 對... 對... 好漂亮喔 這樣...一定會... 今天我有十個 大概有八個都會 如果是跟你拍照 假借拍照之名 就是手搭上去 然後搭上去肩膀 要不要去摸下來 腰彎 他們是在檢查你的皮膚好不好 對... 檢查 對啊 通常我們在每天看到這種男的 我們都想玩了... 他今天玩拔不到 就是還有眼神 眼神也很重要 不只是動作 我覺得有時候男生眼神也很重要 就是你這樣 文萱 那個眼神就覺得好可惡 好像在驗禍這樣 對 等於走來就這樣 講話跟那個眼神就是也滿重要 就不要讓人家覺得說 你好像在侵犯我 我覺得這樣自然一點 對 他們都很笨 像我有時候我想看馬子 我就把太陽眼鏡戴起來 你跟菲哥怎麼樣 拿起來看完之後再拿下來 又很正常 不是 其實那個時候 在戴上眼鏡的時候 你要想說 戴上的時候是怎麼樣的 其實是這樣嗎 這樣 對不對 戴上菲的眼鏡的時候 那眼鏡是這樣子 因為為什麼 因為我一次看菲哥 他忘了他拿下來 眼鏡還在這樣 沒有... 看你笑... 我說真的啦 所有男孩子都要到派對裡面去的時候 真的要維持一點風度 但是我們還是要跟女孩子認識 那就要搭賽 請問搭賽有什麼差點要做 你這個問題很小意思 不是 對啊 神經病耶 我們也是... 剛剛發生什麼事啊 沒有... 沒有啦 其實我覺得 大家都覺得我把妹很厲害 其實我覺得不是這樣 重點是 你要過去跟一個女孩子講話的時候 多數的台灣的男生是 他要過去跟那個女生講話的時候 他其實已經是 就想把你帶回家了 我覺得我跟女生講話都是 我沒有任何目的 我在任何地方 跟任何女生講話 我都沒有任何目的 等一下 不可能 我覺得應該是你偽裝得好 不是你偽裝得好 不是... 我這樣跟你講就是說 比方說一個場合裡面 來...我們現在請瑋哥出來 好 這個時候你想跟哪一個搭賽 其實在這裡面 三個都很漂亮 你就要很難選 哪有三個 那個啊 你怎麼這樣 你是人啊 怎麼可以啊 才玩笑 你不要這樣子好不好 那我先問你好了 這三位美女 搭賽的方式是不是不一樣 你會看她的型還是什麼 有啊 馬給我... 對 會不一樣 不...等一下... 我要先理清各位的觀念就是 其實不是你... 不能因為搭賽去搭賽 是 你比方說你很喜歡五文學 你一定要用... 用很自然 感覺是非常自然 對 比方說... 他在那邊那邊 那你沒事可能這個 先坐一下 你也是朋友嘛 聊聊 等他發現注意 他有發現到你的時候 跟他點個頭 赤木香蕉的時候 就好了 你就做別的 你就找別的朋友 好 弄別的 這是第一步 不是第一步 就是說 你必須偷偷在注意吳文軒 可是你所有動作 都要讓他覺得你是... 是不小心的 是 是很自然的 是很自然的 我懂... 我也先坐到那邊 好 還哭嗎 你真的好自然 他可以了 這太醜了吧 他如果說你這樣 他只會有一個感覺 同情心 有沒有怎麼樣 他不會特別去注意你的帥氣 我跟你講 但是我遇過一次是這樣 是女孩子真的在我面前這樣 就是摔倒了 直接這樣 就跪到我面前 我就跟他講 可是他會覺得 你好好笑 你覺得他跟那樣好笑嗎 我覺得很好笑啊 對啊 那是要看人疊吧 不一定啊 我疊的話 你疊一個 你疊一個 預備 開始 太爛了 我們在高昇派出去 出去 太爛了 什麼疊法 還這樣 哎呀 疊太醜了 所以說這個 對 因人而異 不是每個人疊都有效的 對不對 好 不過但是 這樣子真的滿可愛的 就是印象很深刻 應該對啊 真的喔 我們就會注意你